梁先生,毓民 是一個規範 禮和廉也有關係 你知不知道 廉就要清清白白 這樣才是合乎禮節 不是說禮上往來 人家送荔枝給你 就把牛腩魚丹給他炭 ICAC是絕對不存在 送禮和收禮的 很簡單的 因為你老人家做些五年 搞到禮崩惡壞 教化不興 大家陪你丟架 還在說禮上往來 荒謬到極 作為廉政專員 在這個議事堂上 這麼嚴肅的一個 公開聆訊 人家送荔枝給我 我就送牛腩魚丹給他 有同質性 這些叫禮上往來 送我錶給你 送我金撈給他 你不是送我江斯丹頓給他 說話 主席 庸雲你可不可以問個問題 你的意見 我們聽到 那不是意見 我們會寫我們 我會帶給他聽 即是 你在講禮上往來 還有他很憤慨 廉政公署以烈酒奉合 不是由湯顯明開始 04、05年有 11枝 剛才Alan說 那11枝烈酒 不是我們所了解的那些茅台 那些內地的白酒 你在那裡頂的 人家用11枝 你用多少枝啊哥 然後你解釋我用這麼多枝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和內地的接觸比較頻繁 因為你要做政業委員 那些非工作元素就是 你成這個所謂考察 或者公務訪問之變 跟著和內地的官僚 大家溝通一下 那就是非工作元素 不一定有參觀的 那就是要喝烈酒 答案已經寫在紙上了 大家已經說話禮上往來 我真的越聽越火滾 對不對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OK 朋友有信 夫婦有別 這些就叫做禮了 我告訴你 你是認真失禮 第一個問題 九月二十五日的藤本 麻煩你看看 第九十頁 正三十九附件三 聲音 1210 特王 他的公開聆訊,本席問廉政公署,木飛文署長,誰批准採購機票的問題 他的答覆是,按照廉政公署常規行政總部物料供應室,會為已獲批離港的廉署人員發出採購單,已訂購機票 他的答覆就清楚寫明,為已獲批准離港的廉署人員去購買機票 你四次,即是在得到行政長官批准前,就訂機票的事件 問你,你就說行政失誤,是嗎? 記不記得你答過是行政失誤嗎? 主席,詳情我不知是不能夠排除行政失誤 你當時是怎樣說的?不能夠排除,看看我續詞紀錄 owanie 議員 data 議員 JIANG 議員 反正 議員 那個是主席 你當時的答覆逐字記錄很清楚的 失誤,有行政失誤,這個是我的看法 主席 但跟你現在的答覆是不一樣的 我想指出騰本,行不行 41頁,16項 主席,即是字 18萬6千市公币 是公帑 湯顯明 這個有行政方面的失誤是指18萬6千 這個應該是升創 應該是去 即是你倆的職員去巴西那時候 OK 他現在都是說是旅遊的事 玉文你繼續問 好 好了,我們無謂糾纏在這裏 其實問題不是問你這 你說行政失誤 那你究竟當時 你是令到幫你買機票的人 有個錯誤的理解 是不是? 還是他自己拿主意 明明是犯規都幫你訂機票呢? 湯先生,我沒有回答 我答不到這個問題 但是可以指出 你不用指出了 你答不到這個問題 你給不給我指出文件 我指出文件 三十四次離境申請 特首批完之後 用全真給我 然後交給行政總部 我留意到這個文件 大家有這個 有這個文件 那個由上角 J22之後一疊 就是有幾個同事的簽署 我大概認得 是他們出機票 他們的根據 就應該是根據 看到的approval 之後來出 但是詳細程言點 我真的不知道 機票不是我個人去出 不是我打電話去訂 如何落實 你為什麼答不到我問題 你問他多一次 我問題很清楚的 大哥 你那四次未經批准他就幫你訂機票 他這麼大膽 是不是 還是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ICAC 是不是 未經批准 但是那個批准 就是行禮如宜的 一定是批准你去的 對不對 那便訂了機票才 害怕訂不到 是不是這樣呢 你可以這樣回答我 你可以假裝不知道 有常識的 你出過很多次門的 阿湯先生 我出門不是我自己訂機票 對 不是你自己訂機票 所以現在問你就是 行政長官沒有批准你 他就幫你訂機票 或者幫幫他理解你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在哪個文件 那裡講了四次 或者如果 你現在看回 其實這個問題他是很清楚的 他答過兩次的 但我們清楚 都要等他口服深服 哪個文件 在哪部分 是那四次 或者我試試幫秘書處 幫你找出來 我明白你的問題很清楚 我呢 就是根據那個 我問他這個問題 我就是根據9月25日那個騰本 這個9月25日的騰本 有兩次的 一個45頁一個90頁 90頁 我問的41 那裡就是梁繼昌問的 OK 是 這個已經是確實的了 你可以找一些文件 有四次 是行政長官批准前 就已經訂了機票 那我們的問題就很簡單 這個 你又回答是行政失誤 對吧 那你現在又在那裡爭 是說那十八萬六千是行政失誤 我都不知道你在那裡說什麼 整件事就是 你違反了那個ICAC的常規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可以解釋 或者行政部的人可以解釋 就是說 因為 批准是只是行禮如意的 不是好像白允錄所說的 是實質的批准來的 是不是 那他始終都會批准你 我就買定機票先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就犯規 你都有責任 行政部犯規你都有責任 不要說買機票 不是我買你就沒有責任 買魚蛋牛腩你沒有責任嗎 你簽的 那張單要 就是說 主席 我們 立法會議員去選舉 漏報一張單三十元 你查我一年 ICAC 是不是 我試過兩次選舉 申報驚奮助理搞錯了 上法庭呈呈呈 都花了十萬 那我覺得ICAC 是對的 是對的 那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呢 那四次 那四次 你們知道哪四次 我趁著主席 你說找回文件 我找到 讀委會 報告 五點一二 就涵蓋 議員問兩件事 五點一二A 十八萬六千 那 獨立委員會說 這個可能是 程序上的遺留 那它是 定位是 違規 我是 正話呢 亦都是 議員提出來的 那個 逐字 騰本 就是這個 行政 失誤 兩個人都對 兩個人 動文 兩個人 這個精神 但是現在 那個IRC report 5點一二 那裏 C就是講 四次外訪 幫上未取得行政長官的批准 上一任專聯機票採購單 已經發出 應該指出 航空公司 准許取消 機票 但是要 付出 有關 取消費用 這個情況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不知道 我不能夠不同意 即我同意 議員講的 若然是行政的失誤 那麼最終 這個是 當年我是 機構的主管 這個是 如果是 如果是行政的失誤 我都 旭敏文的問題 就是很清楚 雖然他講很多話 但是他有個問題很簡單 他有個四次 是沒有批准 而是你的同事 部門去買了飛機票 究竟你回答 買了飛機可以cancel 但是我告訴你 可以cancel 要付錢 是 這是公帑來的 這不是你錢 如果 你買魚蛋 你自己付錢 就不會在這個報告裏 就不會變的了 那問題 任何一號紙 都是公帑的錢 我們要 使得有其所 所以剛才 浩文問過問題 如果你是不清楚的 我們可以寫信去 ICAC 問去那四次 剛才你回答的浩文 你說那三十四次 都是批准了才是 但是這個情況 跟你講的事實 又是不同 為什麼我聽完 我要解釋給你聽 所以你又是 不要亂去回答的問題 好不好 因為在這個報告那裏 在沙俠市 有四次 指出了出來 是未有批准 而是買飛機票 浩文就是問你一樣 如果你不清楚 你就回答不清楚 好不好 我是不清楚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浩文再問你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是跟著ICAC的規則 你有你的批准 他們才去做 如果你又沒有批准 那在你的角度看 那個部門是否違規 浩文就是這樣去問 好像這樣 用回個人的經驗 如果是ICAC 下了一個命令 好像現在報少了 就搞了一年 花了十萬元 如果你是ICAC 有這樣的規則給別人 一樣有這樣的規則給自己 他就這樣問你 你覺得 你又沒有簽名 如果有簽名 你當然是違規 如果你說你忘記了 如果你沒有簽名 以後他們買飛機票 我們會跟進的 浩文是否有問題 OK 跟著就是這個 對不起 我要寫信文 問他 是呀 那個OK的 跟著一下 跟著 是呀 我想 湯先生你看一下 這個 騰本 這個 9月26日的騰本 第95頁 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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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開聆訊 這個是不理想的 當時應該要告訴專員 但是我真的不記得 我有沒有看到 是吧 這個是說什麼呢 就是剛才也有議員提到的 是吧 就是 玩 在黎江下午去參觀遊覽 那兩次 那裡都有用公帑的 是吧 然後呢 處長就說 應該告訴你 他之前就是講 四川那個經驗 是吧 那 今早早你都爭辯過 四川那裡就是 雲南那裡都是你講的 是吧 就不是 處長提醒你的 是吧 你爭辯了 那這裏呢 處長就說應該提醒你的 這裏是不應該去的 那你去了 是吧 剛才講的就是非工作元素 你都很識語言藝術的 那些叫非工作元素 是吧 人家說你去玩 你又不正面回答 那些叫非工作元素 非工作元素 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你知道嗎 去見一下朋友 是吧 或者你架工製司 全部都是非工作元素 是吧 我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 你 記不記得 他 有沒有提醒你 黎江這件事 呃 康先生 我是 不記得的 是 最後一個工作天 那天 應該是 收到 雲南 比較完整的 行程表 木柱主長 和我有沒有 遇到這件事情 特別談過 我是不記得的 宇文 那個是雲南 現在在說麗江 1月9日那個 1月9日那個 四川 1月9日那個 你剛才的解釋 跟上次的答覆 有些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 因為他地震 那麼地震 那麼我 那兩個都不是純粹是玩的 還有那個檢察署那個 就是那個交流 都不是完全行禮如意的 因為他地震 那麼有很多事情 就是檢察署參考了我們去 廉政公署 那麼地震參考了廉政公署 是什麼呢 我聽了都不明白 是不是說地震 那些人捐錢給他 他會貪污 是不是 所以就參考廉政公署那些 就是反貪污那些經驗呢 你兩次提到地震 因為地震 有很多值得你參考的地方 或者有交流的地方 所以 你才去嘛 這個是你的解釋 那我的問題就是 關地震什麼事呢 是不是關地震事就是 因為地震 他會收些捐款貪污 所以你給他一些經驗 他不可以貪污 教他怎麼去懲治貪污呢 湯先生 我是要求澄清 關於第九十五頁 以及議員現在 提問的 提問的行程 究竟議員是指 是雲南 還是四川呢 現在很簡單 我想你都貓貓的了 現在問你是說泥江 泥江在哪裡啊 不記得 泥江是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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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跟梁家傑爭的是四川 沒錯 四川就說你的主要是不去的 好了 泥江是去理解的了 你回答一下 泥江是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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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江是 他的主要目的我重複是看當地的檢察院 我提這個地震是與四川無關 麗江這個地方曾經經歷過一個地震 全市我聽說的叫做盡委 在重建過程裏面 反而有一個空間 讓他們由零開始做起 因而就邀請或值得去參觀 去看看指證他們怎樣做 在那個情況之下是去麗江的 那與你廉政專員的職務 這個考察有什麼關係呢?請問 一個是地震,不是官場地震 你可不可以記得地震是很久以發生的 不是你去那個期間發生的 那個地震是在幾年前發生的 那個關係在哪裡呢? 就是由於地震之後 他們一定要重建 重建就是建了新的檢察院 剛剛想向廉柱取經 他們認為有很多地方都做了跟你一樣 你去看看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視點來的 是一個任務的原因 但是毓民剛才問你那個問題 就是很簡單 他說處長說 就是關於非公事的角度 應該要提醒你 要他提醒他 他提醒你 你不要帶我們去第二個境界 他的問題是很簡單 處長問你 你有沒有覺得 你記不記得處長有沒有跟你說過 處長覺得那些 玩的情況是高的 你說不是非公事而已 那毓民你記不記得處長 毓民你再問他多次好嗎 因為他沒有回答你 處長有沒有提醒你 如果有的話 你記不記得 兩國都答錯了 唐先生你先讓他再問你 問你多次 我給他一個機會再問你多次 毓民 我的問題就是當時 處長的答復 我們問他的時候 他認為這個是不理想的 你去麗江這個 意思是不對 我還質疑他 不理想就是不對 好了 他就說不記得有沒有提醒你 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提醒你 簡單 他很簡單的問題 有就沒有就沒有 我不記得 你又不記得 我是不記得 他沒有跟我說過 剛才已經答過一次 OK 好了 那就回復你剛才的問題 說地震那個 麗江幾年前的地震 要重建 那個檢察院要重建 是不是 那關於ICC是什麼 因為 因為 內地 是將檢察的制度部分 包括設施 就是向香港廉政公署 借鑑 因而 就是 當地的檢察院 只是一個類似 視點的模式 做了些事情 想你看看 覺得好 主席你明明他說什麼 我不明白 我這麼聰明的人 我聽不明白他說什麼 我給你或者聰明一點 我明白的 蛤 我給你再解釋 因為 很簡單 不需要 化鹹為煩 是不是 又試點 試點關你什麼事 是不是 那間檢察院要重建 是不是 可能要拉那些線 那都是IT 通訊 找個電訊管理去搞些 我們點寫我的報告 但是我們 將來寫 要不讓他回答 我們拿著他 怎麼回答你 不是 現在我要他回答我 關什麼事 跟ICAC的職務 跟廉政專業條例 有什麼關係 你可不可以解釋給他 他這麼聰明 他應該可以明白 你再慢慢解釋給他聽 好嗎 通過交流 溝通 將香港的制度 做法 設施 向對方更明確的推介 和廉主關係 是因為香港廉主和內地整個檢察制度 溝通甚多 包括有個案協查機制 包括要相互幫助 那你跟他聊天的時候 有沒有一份紀錄在這裡 你說過這麼多東西在這裡 所以說有這樣 我們就可以看到 被他動物這麼聰明的人 就可以看看 他不會再問這些問題 好嗎 主席如果他這個答案是真的 又或者事實是這麼做的 現在這個白韻錄真是很不空 是不是 很公平 你去一個這樣的地方 是不是 喂 那個基本上是行禮儀 你說到天花龍鳳 就是因為他幾年前地震 現在重建過檢察院 很多地方 連ICC也值得他借監的 你真是救魂 是不是 如果這樣按照你這個標準 你去哪裡都要增加行程 我們就很不得了 或者問一下 ICAC有沒有這個紀錄 好嗎 我真是好笑 我們問一下ICAC有沒有這個紀錄 你有沒有這樣的紀錄在這裡 應該是你有報告 我個人沒有處方任何工作 那你有跟他們談過關於這些事情 我沒有就帳委會的工作 幫他們和他們背景 不是 剛才你說你做了這麼多教育 這麼多工作在這裡 那你又沒有報告 沒有寫回他們 這些全部工事 應該有個 有個 記錄出來 他們說 紀錄是做了什麼 說了什麼 說了什麼 你才去探望他們 不是這樣探望他們 喝杯茶 吃個包 是嗎 處方 處方應該由治療 亦都應該人 問一問 勇文繼續問 謝謝主席 那就是說 你去外訪就一定要向特首申請批准 是不是 但是呢 過去就說 在這個向特首申請批准外訪的表格裡面 就沒有要求專員提供行程表 那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因為這些行程會經常會有改變 是不是 你要到最後好update才可以 但是原則上呢 你一定要得到這個特首的批准 你才可以外訪 是不是 至於行程表就後加了 我想問一件事 就是你在35次的外訪裡面 在任裡面 的外訪申請裡面 有沒有試過 有幾多次 向特首提供日程表 或者35次都沒有 湯先生 印象中是沒有包括行程表 就是說35次的外訪裡面 就是向特首申請外訪裡面 填的那份表格 都是沒有付行程表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印象是這樣的 OK 好了 如果這樣的話 你隨便可以加插行程都可以 不用他批准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 湯先生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你可以這樣做呢 如果是有加插行程表 會發生的 會發生的 但是這個所謂加插 我們又講回 這次也是用回雲碼 不是 你回答我 很簡單 就是不要拖了 不要浪費時間 就是說你在35次的外訪 的申請裡面 都沒有付這個所謂行程表 那我告訴你 我們可以理解 那你回答我 是沒有 OK 那我跟著的問題 就是你加插行程 都不用他批准 那你回答是 或者不是 那就行了 是 湯先生 是 好 好了 如果這樣的話 即是用語言 就是用語言 還有你減行程 你也有做過 是 因為你 好嗎 要下記錄那裏 好嗎 加又又減又 好嗎 那 你這個答案呢 那我又 可以引申到就是說 你 去外訪 實際的行程 是不受約束的 湯先生 我是 你喜歡加就減 減就減 不受約束 不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解釋 你喜歡解釋 就是 這個制度 是容許 我有一個空間 可以說補充 或者是修訂行程 但是 約束呢 大的約束 當然要是 在這個 工作 那個 所謂目的 以來 若不然 若然 你做的事 和工作目的 是完全無關的 這個 我相信 是不可以的 今天早上 謝議員 讀出來 給你聽 如果行程更改 超過五千元 或者超過二十個巴仙 你記住 我們今天早上問過問題 你的職員 你要批准 如果你有更改 你有沒有批准過職員 在這些情況 你記住 你不是一個人去的 你帶了職員去 所以你要守規則 所以你回答的時候 你記住 今早上很多問題問完 我們不同人問的問題 都是出這件事 有效管治 你回答玉文現在的問題 我只是提一提你 因為你有別人 你沒有做過批准 你就要小心回答這個問題 好嗎? 回答議員的問題 是否完全毫無管制 我以為管制的責任 我說約束 不是控制 我以為約束的要求 是存在的 若然是做的事情 幫助出訪的目的 是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違背 這是不可以接受的 謝謝你 因為你的答案 給到我們 看看我們的報告寫 如何向未來看問題 所以你幫助到我們 講的事實給我們聽 看看有什麼問題出來 我們就會去 我們會批評 但不是代表我們 看看將來我們如何改善整個制度 好嗎? 謝謝你 張文 主席 我的問題是 既然 你向特首申請外訪 是不需要付這個行程票 是吧? 因為要方便 即是說 那個 處理 實際的訪問 是吧? 會有很多突發情況發生的 是吧? 要因應 即是說 你喜歡加就行 加也行 減也行 減也行 那我問你是否意味不受約束 那你說一定要符合 即是你那個專員的職能 那上一個問題 不是正正 是說明你不符合那個職能 可以去勵工 是吧? 那你一樣不受約束 是吧? 可不可以這樣說 那這個約束 是否自我約束 因為沒有人可以約束你的 有套規矩在這裏 有規有矩 你不守 有常規 是吧? 就算你的下屬批的 要你簽 喂 就算不用你簽 你都要承擔他犯錯的責任 是吧? 你要提醒他的 你聯署內部經常談這些問題 怎麼可以讓這些事情 一次又一次這樣發生呢? 是吧? 麗剛那次 你自己這樣說 基本上就是狡辯 那是錯的 那個處長說得很清楚 是不對的 是吧? 但是他不記得沒有提醒你 是吧?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問你是否不受約束 你說 不是 因為 如果不符合 這個所謂規矩的 都不行 不符合職能的 都不應該做 那誰要約束你呢? 誰說應該與不應該 是你 是吧? 是吧? 唐先生 問題的重點 是約束 我和議員的說法 你沒有自我約束 你沒有自我約束 阿唐先生 那個責任 我同意 在麗剛那天 在兩個項目中間 行程表顯示有兩個項目 非工作元素 非工作元素 這個詞 我是在獨立委員會那裏看過的 是 但是並不表示 因為有這兩個 非工作元素 的項目 去 麗剛 就是 沒有 約束 我的 評估就是 那一個 情形 有半天 是 做不需要做的事 這個是不必要 是不理想 但是 並不表示 去麗剛 這件事情 是不受約束 木柱 是完全 有權 去講 他那個 看法 他的看法 如果 木柱 是 認為去麗剛 是不受約束的話 我對他這個 我對他這個 我對這個看法 不是人 是對這個看法 我是不同意的 他沒有說不受約束 不受約束 是我說的 OK 不要亂來 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 你問我 這個是不理想的 是不是 那我當時 就說不理想 就是不對 是不是 如果 有告訴專員 我當時是應該告訴專員 但是 我不記得有沒有說 沒有這種看法告訴他 嗯 你就不要用我的口 說是他 他說 他沒有說你不受約束 他被止於這麽大膽 OK 雖然你下台 是不是 其實他都有責任 是不是 因為他是去承辦這次行程 是不是 好了 另外呢 就是你說禮上往來 我跟你說說送禮 大家都說 是不是 就是 禮無廉則恥 是奢侈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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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禮 就算送禮 都要念 念就是清清白白 看得清清楚楚的 禮無廉則恥就變成奢侈了 OK 禮無廉則恥 可以幫我無恥的詞 都可以的 我告訴你 恥肉都可以的 不過這個是我解 不是古人解 是 牧署長就說 你看回9月26日的藤本 第148月 找到了嗎? 湯先生 我是找到的 148 148 不是 126 9月26日的藤本 148 sorry 148日 是 第幾段 有了嗎? 是 有了嗎? 是 有了 有了 148 找到了嗎? 找到了 找到了 是了 在第五行那裡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署署長 穆菲文女士 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 那個 或者我講講 一般 我們外訪 就會用政府推薦買的 譬如是標榜香港的Skyline來交換 那就要二千多元 但是那次外訪會議當中 專員就說 那個Skyline 因為送得比較多 問有沒有其他價錢相約 而可以作為一個交換紀念品 於是就吩咐同事 這個就是 根據資料 你在任內送了二十八個Skyline 兩千多元一個價值 是吧? 但是後來你就覺得 這個我送得多 那是不是可以送別的 但是價錢要相約的 要找替代品 那你記不記得那些所謂貴重的紀念品 價錢相約 例如那個虎形雕刻 送了給那些什麼機構 和大部分是內地機構 是不是? 你不記得 我們就 或者跟ICC 拿相關 有了 OK 今週我講了一個文件出來 Info文件 每一個禮物送給誰 都有在那裡 有些是沒有的 那你在記憶之中 是不是整天都送給一些 相同的機構 有沒有重複 還有那些什麼機構 和你那個廉政專員的職能 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工作關係的機構 記不記得 我給那份文件 湯先生 沒有問他 你給他 湯先生 你有沒有那份文件 是 麻煩 同事 今早 是嗎 同事 麻煩 請給我 請給我一個機會 請給我一個機會 請問我 請問我 好嗎 是 大會才有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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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過這個文件 這份文件剛剛在小式的時候 我們收到一份 之前我們在帳委會沒有接觸到這個文件 這個特別財務委員會是ICAC給特別財務委員會 這些是公開文件 這個在網上有的 有的 還有你應該關於ICAC 即那一趟在特別委員會那裏 是關於你這件情況 這些是公開文件 這些是公開文件 所以不要說我們不給不給你 全部都有 我們都在那裏拿下來 OK 毓文問 他現在有這個文件 我的問題是 有Skyline 那個有代表香港的特色 政府推薦你的人 找這些來做一個紀念品 甚麼都好 那做甚麼要換呢 送得多 就要換 換些價錢相約的 你無緣無故有些 這些同事就去想 想送甚麼禮物 現省有的這些 就送 其實送這些我都覺得不對 兩千多元 是嗎 你還要想 價錢相約的 叫人去想這些 為甚麼 你忽然間會有這樣的想法 要換呢 為甚麼要換呢 他問你為甚麼要這樣想 是 當時 是嗎 我意思是 我有後續問題 講一下我回答了為甚麼要這樣 當時或是具體 我怎樣想呢 主席我 我現在想不到 我真的 他想不到你繼續問 不要緊 大家有時都輕鬆一下 我們太緊張了 好嗎 有很多事情發生 要問可以繼續問 你 你 我這個問題都問得很遠回 我覺得 我意思是很簡單的 現省有兩千多元 其實那個如果你問我 我都是嫌貴 對吧 那你 你又 這些我送得多得齊 不如我們換其他 那我問你為甚麼會這樣想 對吧 為甚麼會這樣想 意思是 你要看看 那個送禮的對象是甚麼人 你會去想這件事 對吧 那我真的覺得你會想多了 你做ICC專員 你為甚麼要去想 喂 這些我們送得多了 不是有多好意思的 送新的給人 為甚麼會這樣想 這不是笑話 所以 浩敏呢 問這個問題 湯先生 就是 今早 謝議員 帶出整個 Standing Order 梁議員問那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良好管治 那個 你們ICAC的Standing Order 寫得很詳細 所以為甚麼他這樣問 好像我們 不是說笑 現在很嚴肅的問題在這裏 嚴肅的問題 我們帶回去你那個 ICAC條例那裏 這個ICAC條例呢 是說得非常清楚 你是 你是 這個ICAC的 Commissioner 那時候 所以你有個責任 怎樣去維護 因為好像我們現在 坐在這個議員 會有一個維護 基本法 我們覺得 如果是有些政策 是令到基本法 我們行使 我們權不對 好像辣椒 有些這樣的問題 我們的責任 是說出來的 那麼 你都要有一個責任 去維護 你都要有這個責任 去維護 這個ICAC 那個 條例 那個精神 那個實際的情況 那個 那個 好嗎? 多謝你 中文繼續問 你可以不用問 我解釋給他 OK 好 接著就是 在這個9月26日 藤本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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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所謂的 你說事 你叫我停 你叫我停就停 沒有問題 我現在停就行 因為我覺得 要浪費時間 我想要有些時間 我們不是行功兩席 我發覺已經 對我們來說 如果不是行功兩席 我們不會在 我們自己現在沒有行功兩席 浪費生命 OK 大哥 開了九次公開零順 每次四顆 九四三十六 三十六個小時 藤本,讓我主持這個會議 好嗎? 好 我想一點鐘 就是 開完這個會 還有 還有 阿波會問第二次 主席 那好嗎? 阿波會問第二次 看情況 看情況 藤本,你繼續 我,我完 好嗎? 你先問一個問題 不用了,可以了 我不是想阻止你 你問他為何要想 他已經回答你 他不 不知道為何會這樣想 OK 阿波 阿波,麻煩 阿波 梁家傑先 好嗎?